San Sherry先生在任务的领导下呢 我在一年里面就上了DCA 这是我常常因为思想过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打拼了我自己的事业 生涯里面22年来 其实在做生意是没有人教到我的 没有人可以引导我 我做了很工度 跌倒我 跌倒我吃自己 把自己自己疗愈 那是因为其实我没有受伤过 这一年来我爬得很幸福 很感动 因为我 我的一般的信心 支持着我 顶贴着我的后面 每次成长 我已经每次都肯定 这是我从来 在我22年里面 生意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的感觉 我也谢谢我的感觉 谢谢 我爱你 没有你们 其实我没有这种 真的有亲战自己的讲话 like 这两天 在一些讨论上 其实我迷惑到的就是 在比译里面 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教育系统 只是我们 一步一步一步 还是一步 规定学习 真的可以让我们成功 因为看到很多的领导 这是已经成功了 所以 呃 这一套完善的系统呢 其实真的是 改变我这22年来的思维 呃 呃 呃 思维 呃 我感觉到我上的这个 你写更成功的话呢 我真的是 会变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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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的 ok 尤其是 呃 我觉得 令我最感触的就是 原来做一个领导者 是一个艺术品 这个是我全团没有想象过 原理的令大师可以做成一个 艺术的价值 呃 可以说是价值 呃 呃 是无价值好 ok 因为以前我 我 陪众作为我的主缘的时候呢 过后我们还不会做出主缘的 但是在缘分当中呢 我发现到里面的主缘很多东西 都做不做做不好 那时候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想法 你刚才应该这样做啊 应该这样做啊 呃 你应该这样说 应该这样做 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 我就把他们无形的 套在了一个 到根本上 放在了一种无形的压地 让他们 其实是 我做不起 进步不到 然后 上这一课什么呢 我学到了就是 要换备思考 原来 用心的去 了解他们过后 关心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 一个领导的艺术 然后 其实 最重要的是 但是 这不是他们所要的 也不是他们所要的 也不是他们所要的 要进步的生活 因为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我们自己想法 是因为我们 很有用心 他们有进步他们 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所以 其实 他们 其实是很多东西在表述的 只要我们用心 聆听 开解他们 解决到他们的问题 的话呢 这样他们就可以 进步的更快 而这几天 这几天 这几天 他们会说 我一定要 可以去把这个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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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看完 哈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我 目前最重要 第一个进步的地方 然后 要这个 是用心的去 找出我 主角的 成像 跟优点 让他们 用他们 自己 学士的模式 来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